贵妇每天针对拥紧睡觉只为提防丈夫情人的暗算 夜深时老爷会用暗号敲开情人的房间命令他为自己跳舞 他累了躺一会才会回到自己的房间 女人的孩子则躲在床下不敢发声 来自荷兰年迈的商人夫妻在印度尼西亚进一家堂厂 在这个画外之地他们虽坐拥万贯家财却吝啬无比 甚至对堂厂的工人和家里的仆人都拖欠工资 他们对一起来的同伴却奢侈无度 每周末他们都会举办晚宴招待荷兰同来的殖民者 在一起抱团取暖赚钱又共同商量如何应对这些当地人 他们宁愿将餐桌上剩下的烤乳猪喂狗都不会给仆人们吃掉 老爷早已厌倦年老四衰的妻子 他常年和女仆西地相好还生下一个私生子 他会带着儿子出入森林打猎 儿子聪明又勇敢 他曾用一只猪腿做幼儿打中一只老虎 老来得子的老爷分外疼爱这个男孩将他视为掌上明珠 绝望的妻子未免遭丈夫劈头盖脸的殴打也只能默认他们的关系 穷苦出身的西地虽是女佣 但凭着子平母贵至少可以得到老虞给个几个翻瓜两枣 这样的日子好过跟穷人结婚生子 家中的男仆丽莎一直暗恋着西地 他认为上帝会惩罚这些殖民者 他和西地商量我们不如一起给这些寄生虫下毒 我们一晚上就能将它们全部除掉 今晚就是我们绝佳的下手机会 西地对低贱的丽莎不屑一顾 谁知就是他今晚错误的决定 即将把他推入无底的痛苦深渊 这天老爷从西地的房间出来疲惫的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年老的夫人多么期望丈夫能重新爱上他 然而他却要接受每晚丈夫消失的这几个小时 是在隔壁另一个女人的房间 突然他看到丈夫在床头开始剧烈的咳嗽 随后面目猙獰起来 他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希望妻子能来救他 然而妻子却无动于衷 他企图拿起手边的铃铛叫隔壁的西地来 可妻子却抢走了铃铛 看到老爷没了最后一口气 夫人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躺在了丈夫身边 直到清晨夫人才叫来了西地 老爷的身体已经彻底凉透 西地交代儿子如果有人问你老爷去哪了 你就说他生了重病 其他什么都不要回答 西地和夫人一起将床单裹住老爷拖到了地下室 毕竟老爷没了 夫人成了西地唯一的靠山 总比他和儿子被赶出家门好 夫人提笔给在荷兰的儿子写信告诉他老爷去世的消息 他要儿子马上动身来 否则堂场就要关闭 毕竟这里常有动乱 夫人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儿子不来 他就立刻断了对方的一切津贴 儿子科内利斯和妻子约瑟芬收到信后连忙赶来 马车陷入泥沼 科内利斯在后面退车 丽莎却依然无法将马车拖出 身怀六甲的约瑟芬下了马车 丽莎背着科内利斯亲吻了新女主人 这里空气燥热粘腻让人窒息 丽莎几度回头偷描这个来自一国的美丽女人 儿子凤子成婚 老夫妻两并未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这也是夫人第一次见到儿媳 夫人介绍这里所有的仆人都会说荷兰语 外面的人可能只会说几句 约瑟芬看到了仆人里个头最小的老爷私生子卡雷尔 科内利斯一听卡雷尔的名字立刻警觉起来 他好奇这男孩为什么叫荷兰人的名字 母亲说是你父亲给他起的 夫妻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科内利斯还抢过了卡雷尔手中的长枪 刚进屋两人就被刺鼻的尸臭味熏了出来 母亲说老爷死后 我们把他放在地下室几天 后来才埋在丛林里 他解释味道是暂时的 过几天就会消失 随后西蒂还往屋里喷了不少香水鸭味 夜晚丽莎又拉住西蒂和他求婚 老爷也没有了 工厂也关了 他们可以离开这 将家安在森林里 早已习惯在豪宅生活的西蒂 怎会甘心回到之前的生活 丽莎提醒他新主人 不会过多久就会赶你们出来 到时候你一定会来求我 丽莎只是觉得这个男人故于幼稚 夫人带着儿子在森林里找老爷的尸体 然而挖了很多坑 却并未找到 这里的大树太多长得还差不多 西蒂和夫人竟然忘记了究竟埋在哪棵树下 老爷就像消失一般 最后夫人猜测或许是野兽吃掉了他 可葬礼必须是要举行的 毕竟是有头有脸的人 可只有家里人知道棺材里什么都没有 好友法官也表示只能这样 柯内利斯很是厌恶父亲的私生子 他看到卡雷尔骑着父亲曾经在他年幼时 给他做过一模一样的木马而生气 他还责备为何母亲对父亲听之认知 卡雷尔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卡雷尔放下马离开客厅 他知道这个哥哥并不喜欢他 下葬这天神父感谢老爷肩负荷兰的使命 在这里将这些野蛮的原始人驯化 随后说 克雷尔骑要继续父亲的使命和工作 传播我们种族的文明 葬礼上似乎没有一个人伤心 只有卡雷尔在撕心裂肺的哭泣 丽莎终于无法忍受这样明目张胆的侮辱 法官狠狠给了丽莎几个耳光后坐了回去 丽莎任由嘴角鲜血直流 他不敢继续还手 否则可能会被直接击毙 在这虚伪的世界 底层人的性命如蝼蚁不知一体 小夫妻俩准备卖了糖厂回荷兰 柯内利斯对市长说他们对统治没有任何兴趣 他们希望生活在和平中 没有暴力 可市长说你们还没有父亲工钱 工人们都在罢工 随后他还出主一两人不要来工厂 只要避开工人就好 最后柯内利斯拜托市长能帮他们尽快出手糖厂拿到现金 这天晚上好有法官说前几天老爷曾来找过我 他更改了遗嘱 他将所有的糖厂房子和遗产都留给了他的私生子卡雷尔 柯内利斯无法相信原本自己的一切都被一个外人莫名其妙地抢去 约瑟芬提议那现在就卖掉所有的东西 但法官说需要事先得到卡雷尔的允许 这时西蒂走了进来 他们马上停止了讨论 西蒂出去后他们才放下心来 法官虽要执行遗嘱 但毕竟他袒护的是自己人 他突然提出只有一个办法 棺材里原本也没有人 他可以装作视而不见 柯内利斯立马硬和棺材没人就表示老爷没死 那遗嘱就不能执行 母亲并不想卖掉糖厂 柯内利斯却口口声声要卖掉这里的房子工厂种植园 约瑟芬和丈夫说他厌恶这个地方 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在这里生孩子 可丈夫却表示他们必须拿了钱才能离开这里 随后他说出一个惊人的计划 他要杀掉卡雷尔 除掉他后他们就能合理的卖掉房子 夫人没了立足之地自然会跟他们回荷兰 妻子立刻同意了他的计划 可机关算尽的两人却无法预料事情 完全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